N与移动内容多元化 只要拿起手机就能够让祝福流动 把福音传送给家人和朋友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N与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压力很大 还有觉得自己很失败 整天就躲在家里哭 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点幻觉 还有幻听 这种脑积髓炎是非常凶猛的 死亡率也很高 那个时候我和我丈夫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你们所承受的 你们必然能够承受 在你们无法承受 会给你们一条出路 我竟然做了很多漫画创作 做了很多福音媒体的创作 是我一直没有想过的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神也使用了Carry 其实已经祝福了很多人 每当天空出现彩虹 大家都会很兴奋 也都会赞叹大自然的奇妙 而彩虹的出现 往往是在大雨之后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 大自然的现象比喻人生的经历 谢采恩Carry所画的漫画 里面也常常有一道彩虹 而她也有遭遇到风雨打击之后 看见彩虹的经历 其实她从小的生活 都是很顺利的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苦难的日子 我从小学到中学呢 成绩都很优异 都是拿全班第一名的 那到了中学呢 初中的时候 也曾经拿全级第一名 在中学的时候啊 初次接触网页设计呢 03年呢 我参加了 湾仔公民教育举办的 一个网页设计比赛 也获得冠军 那就很有成就感 我喜欢这一颗哦 那我读大学的时候呢 也选了这一颗 是关于啊 网页设计的多媒体设计 动画设计这方面的 大学的时候呢 我曾经去澳洲做交换生 在国外的时候呢 我读了一颗叫做Web Design 我也是在外国人中 是获得第一名的 在读大学的时候 Kerry在摄影方面也很出色 当时她代表大学参加 京港两地大学生奥运北京摄影比赛 在众多的参赛者之中 夺得奖项 我拍摄了长城 那很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有人有长城有旗帜啦 也有一句叫做同一个梦想 我获得一个奖项 就是香港区最高的这个奖项 由于Kerry特别擅长网页设计 所以她毕业的时候 也凭着设计了一个独特的网页 以一级荣誉毕业 我就想做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 不曾被写过的网页 那我就研究发现呢 可以用说话去控制网站 去做一些游戏 那当时呢 我是写给那些隐蔽青年的 希望帮助他们 可以重新投入社会 也是因为这个网页呢 广告公司来找我 主动聘请我当设计师 当Kerry满怀壮志 投入第一份工作 竟然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 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遇到很多困难 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懂 因为跟读书的时候不一样嘛 那当时呢 我工作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时候 在输出档案的时候弄错了 那就会被上司责骂 好像常常做错事情 自己不喜欢小圈子 没加入他们 所以有很多人 可能不喜欢我 说我的坏话 那我更把自己 就收藏起来 不快乐 每天都带着辞职信上班 那我上班的工作时间呢 是早上九点或者十点 晚上凌晨两三点才下班 我曾经九点离开 都被人瞪着 我每天回家都会哭 怎么料 第四个月 他们解雇了我 说是金融风暴 之后呢 我在家里面半年 没有找工作 因为压力很大 同时觉得自己很失败 整天躲在家里哭 还常常觉得 别人在说我的坏话 那个时候开始 有点幻觉幻听 觉得电视里在骂我 那个时候真的 承受很大的打击 当时Cary已经知道 自己的情绪出现了问题 但是她仍然尝试 投入另一份工作 开始的时候 她觉得蛮不错的 在这间公司呢 我就觉得工作很顺利 那同事非常亲切 跟我从前的经历 很不一样 那我很放心 在那继续工作了 但是因为他们的案子 很急的 给我很短的时间 要做很多工作 那我只是一个人 要完成整个网站 当时的压力也很大的 我们在一间信托公司上班 我们要推出一个 新的强积金计划 所以需要做好多的广告 Cary在电脑部门上班 帮忙设计网页 还有广告 在地铁 公车 电车 另外是有一些 加上有一些广告单张 而最繁复 就是因为要给监管机构 批合 所以我们公司 成交设计之后 他们也会要求修改 跟着我们的CEO 想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呢 Cary做完之后 也会突然之间 就打回头 又很急 再去修改 但是原来 他需要做很多步骤 看见他花好多时间 很尽心去做 他常常很晚才离开 那我要应付很多工作 一下子我承受不了压力 几个晚上都没有办法入睡 我没有寻求协助 没有找人分担我的工作 没有告诉上司 我就自己默默承受 跟着怎料有一天呢 我在公司就晕倒了 开会的时候就晕倒了 有一些经理在场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都是同事告诉我的 说你那天用英文在祷告啊 胡言乱语啊 好像有一点不正常了 那天我们开会 就是讨论广告的事 Cary坐在我旁边 我就看到他在桌子底下 有一张纸条 就在写歌词 跟着没多久 他就哼着歌 再过了不久 他就用英语 向着前面那位经理说话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请那两位经理 先离开 我和另外一位基督徒同事 留下来陪他 看看他发生了什么事啊 但是他不理会我们 他只是用英文在祷告 我们按着他祈祷啊 不久之后啊 他走到窗前 就指着下面的天桥说 哎 那里好多人在走路 但是其实我们只看到汽车 所以真的是好不对劲啊 跟着他就向我们 叫我们走出去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我们就跟着他走 他是一直倒退着走路 回去他主管的房间啊 那是一条很长的走廊 其实索德的同事都觉得好奇怪哦 同事带我去信主 带我去抹油祈祷啦 那牧师就跟我说 不如你去看医生咯 跟着我就去看了医生 医生就说啊 说你患了思觉失调这种病 其实对我是很大的打击 因为我读书方面 算得上是一个高材生啊 嗯 但是呢 我竟然患这种病 但我还是接受了 因为当时同事为我祈祷 我已经信主了 我祈祷和吃药 两样双管齐下 嗯 其实到现在呢 我都没有复发 我非常感恩 耶稣医治了我 经历了犹如暴风雨一样的病患 Carrie靠着基督信仰 看见雨后的彩虹 当她的同事再次看见她的时候 她已经渐渐康复过来 好奇妙的 她敲我的门进来的时候 她的样子好平安 好像往昔一样 她是一个很单纯 很漂亮的女孩 样子很平安 她给我看了一张卡片 画了耶稣和一位小女孩 很像她的样子 有一个心 还有一个十字架 我的感觉就是 她和耶稣一起是很安稳的 我就是 真是觉得好感恩啊 这一次在人生的困扰当中 她真的找到一个真正的依靠 是一位可信的神 Carrie信主之后 我觉得需要送她一本圣经 我送了一本彩色手绘圣经 相信她会很喜欢 虽然Carrie没有再找全职的工作 但是她就善用自己画漫画的才能 开始创作有趣而又有信息的福音媒体 那个时候呢 我画的第一幅的福音画呢 就是这一幅了 那就是呢 耶稣托着这一位小女孩的手啦 这位小女孩呢 其实就是我来的 后面呢 有彩虹啦 那心里面呢 有基督的十字架啦 我觉得蛮有恩典的 我就回到公司呢 我就送了给Carrie呢 她是看见我很平安 很开心 她就感谢神 那我也收到她送给我的一本圣经 我很开心 很勤奋地阅读整本圣经 很快就读完了 因为我从前是很怕死亡 也听了世界末日的消息 我就觉得 哎呀 人生真的就这样完了 很可怕 但是呢 我看完圣经之后呢 我很有感动 因为神应许我们的是永生 我看完之后呢 我就很想传福音 因为神说要向万民传福音嘛 那我看完之后呢 是确信的 我就每一天画了一幅圣经 金句的这个图画呢 按着圣经金句呢 就画一幅图画 就好像我后面的啊 这一幅画是 他写着呢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这一句金句 对我来说呢 是很大的鼓励来的 因为我常常都会忧愁 我常常为各种事情担心 但是呢 这一句圣经金句呢 告诉我 哇OK哦 OK手势哦 耶稣说OK 那就会OK了 我不用担心的 我就连续每一天画一幅画 嗯 然后配合一句金句 慢慢呢 就多起来了 到现在呢 已经有超过四千幅画了 我也把画制作 变成apps 嗯 也有制作 挂历啦 呃 文件夹啦 和一些的旗类这样 各样的福音产品 早期呢 我不是卖的 我是赠送的 我印制了 一千两千送给福音机构 呃 基督教服务处 那他们旗下有很多的幼稚园 呃 另外呢 我有送去儿童院 这样子的 后来啊 他就告诉我说 他用一句圣经的金句 然后配合一幅图画 叫做每天圣经金句 是一个app 在电话里头就可以看到 真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神也使用carry来祝福我们 他看人呢 不是看外貌的 是看人内心的 所以呢 我就求神 就是监察我 看我的心思意念 另外有牧羊人 他是好牧羊人 为我们舍命 也还有这个啦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就好多钱财这些呢 围着他 那耶稣也很不开心的 还有这个平安啦 愿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 在黑暗之中呢 他会照亮我们 把我们的脚呢 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一个呢 也是说睡觉啦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然叫他安然睡觉 真正的智慧 就是认识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这里呢 有耶稣答我 因为我做错事 但是他说 凡我所疼爱的 他必会责备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我读了整本圣经呢 在圣经里面所学的事呢 加上我自己的经历呢 就画了一本漫画圣经 是用四个漫画形式 根据圣经经据创作的 比如我常常呢 会为了生活忧愁我 常常会失眠我 那耶稣在圣经里面提醒我说 啊 你看见天上的飞鸟 它不用种啊 也不用收 也没有仓库 但是天父爸爸 也都收养了它们我 他说我们 相比飞鸟更加贵重 所以你们呢 不用为这些事担心 所以呢 我就因为这样呢 能够安睡了 那还有呢 好像我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 可能去到绝境的时候 好像被火烧一样 啊 觉得很救命 没有人回应 但是呢 原来神在旁边放了梯子 让我可以逃走 原来神是说 你们所承受的 你们必定能够承受的 在你们无法承受的时候 会给你一条出路 过去很多年 Kerry从没间断地 做了很多传达福音信息的材料 充满创意和趣味性 甚至后来 她结婚了 生了小孩 她依然抽时间做创作 跟人分享福音 其实呢 我一直很想传福音 但是呢 因为我生了孩子 没有时间出去 要做全职母亲 那我想 利用她中午睡觉的 两三个小时 在家里面做 想到用每一个国家的年历 做一个apps了 结果呢 我为每一个国家 制作一个福音年历 好像这里啊 每一个月份呢 有我画的图画 每一个月份呢 也有圣经金句 另外呢 在整个年历的后面呢 会说明 耶稣是谁啊 如何能成为基督徒啊 希望呢 透过年历呢 去传福音 那我总共做了78个国家 有些国家呢 我都没有听闻 但是我还是做了 好像这些啊 阿萨拜疆啊 但是呢 我也为他们制作 而我看了数字呢 那个国家是有人下载的 Carrie啊 曾经说 自己都不能够做太多的事情啊 或者啊 要照顾小朋友 不能够做很多福音工作 但是啊 我说没关系啊 因为有一次 我去印尼短宣 我就说啊 不如把你的贴纸啊 画得很漂亮的 漫画圣经啊 我可以送给那些小朋友啊 他给我很多的礼物啊 我就送给当地的小朋友了 就是印尼的小朋友 他们都很开心啊 我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Carrie啊 你所设计的精品呢 其实已经祝福很多人 这一个以耶稣的漫画 做主题的康乐旗 也是由Carrie设计的 他的儿子也很喜欢玩 Carrie跟儿子一起玩的时候 也乐此不疲 其实他真的很珍惜 这个可以说是 失而复得的儿子 他在两岁半的时候呢 就患了一个严重的疾病 初期呢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病 带他去看西医 西医就说 他是感冒菌入肠 因为他不停地呕吐 但是吃了几次药 抗生素也吃了 仍没有好转 还是不停地吐 直到有一天呢 我们打算带他去公立医院 怎料他的脖子呢 僵硬了 那进医院之后呢 看见他这个情况 医生呢 一看啊就知道 可能是脑膜炎 因为公立医院检查 是需要很长时间 才会知道结果 那医生一早呢 已经开了所有治疗 脑膜炎的药 抗生素啊 什么都准备了给他 但是呢 他的情况呢 就越来越差 他的眼珠啊 聚在中间 斜视完全看不见 没法进食 需要插胃喉 四肢呢 也瘫痪了 差不多整个儿科的医生呢 都围着他讨论啊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症 直到有一天啊 有一位基督徒的脑科医生 他看了 智乐的这个磁力共振报告 说他是一种 一种比较罕见的脑炎 就是叫 急性弥漫性脑脊髓炎 英文叫ADAM 是比较罕有 那这个脑脊髓炎是非常凶猛的 死亡率很高 那当时呢 我和我丈夫呢 心里面想说 哎呀 可能天父呢 要带他先离开 或者是他终身瘫痪 各种情况 我们都会要照顾他 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了 那位脑科医生跟我们说 现在啊 最后一个方法呢 就是给他肋骨唇 很高剂量的肋骨唇 就看看 他是不是会有好转 如果没有好转呢 就要用换血清的高风险手术 是很高风险的 我们人人都祈求 希望肋骨唇能够医好他 那时候呢 有愿目啊 也有我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 他们都过来为他祈祷 也为我们在教会呼吁 整个教会三百多位会友呢 为他祈祷 我们正在举行主日崇拜 那天早上就收到了 凯瑞的电话 知道他的儿子情况严重了 他非常的担心 害怕他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啊 我们会众就一起战力为他祈祷 之后呢 很感恩啊 中午的时候啊 采恩呢 就告诉我 他的情况稳定了 有好转 我们觉得神真的是 听了我们的祷告 有一个奇妙的医治了 那最后呢 神真的听祷告 第三天啊 用了礼顾唇的第三天 他的眼睛耳朵呢 都好像恢复正常了 只是四肢不能动 那其实呢 我也担心他能不能走路哦 怎料呢 物理治疗师训练之后啊 他的脚呢 有没有力气变得有力 慢慢能够走路 到最后呢 只是用了肋顾唇五天的时间呢 已经康复了很多了 跟着呢 转到普通病房 后来过了十多天呢 他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们觉得恩典很大 但是也担心 他会否仍有脑方面的问题 我们一直教他英文 教他辨认颜色 他又能记住哦 冠军 季军 那这个冠军是怎么样得来的呀 第一名 涂颜色 跟妈妈一起涂颜色 这一个呢 这一个是不是关于STEM的题目 你自己进去 除了上学读书啦 也有教他一些 科学的知识 让他参加一个 香港STEM协会举办的 幼稚园组科学碑 就获得季军回来 我真是很感恩 这是他自己的 能力办到的 而且好像证明了一件事 其实他的脑呢 没有问题了 那 知力方面呢 或是听力方面呢 各方面啊 都是很好的 我真的很感恩 Kerry和儿子在人生中 可以说都经历了 犹如暴风雨一样的病患打击 之后 他们又看见 美丽缤纷的彩虹 今天 Kerry知道 这一道彩虹是神的应许 不单是引领他脱离苦难 也为他开了另一条 多姿多彩的光明大道 好像从前的我呢 可能读书成绩非常优异啊 事实都很顺利啊 那我追求的东西 都是很俗事的 可能啊 想要很高的薪酬啊 很高的职位 或是有车有楼这样子 但是新的主之后呢 神就带领我走另外一条路 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他叫我 做福音创作这件事呢 是他给了我恩赐 那我竟然做了很多漫画创作 做了很多福音的媒体创作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的 是神带领我走这一条路 是我从前从没有想过的 所以说啊 人生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感谢神的带领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人生打击 会很努力读书 工作 又或者用其他方法 尽力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目标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会遇上突如其来的打击 就好像凯瑞一样 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克服 不过凯瑞找到 可以带领他走过风雨的耶稣 你是否愿意来认识耶稣 让他来帮助你跨越各种障碍 找到丰盛的人生呢 是谁对我 不离不弃 风雨中 与我同行 大风吹过了 我信心跟坚定 紧紧抓住你 每一个应许 耶稣的爱 胜过狂风暴雨 是我心灵的安宁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不怕风雨 石头一击 小小洒洒 跌倒了在爬起 有平安 在我心里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注定恩典 温暖我心 多谢大家收看恩宇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